天麗 妈 阿姨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家天麗今天真是太漂亮了 是啊是啊 天麗真的好漂亮 像个公主 可欣 你觉得我今天漂亮吗 漂亮 真的很漂亮 天麗 恭喜你 你不应该只是恭喜我 你还应该祝福我跟一峰才是 我祝你们两个人幸福 可欣呢 等我忙完了一峰和天麗的订婚 阿姨也帮你安排婚事 你就像我另外一个女儿 我一定负责给你找一个好的婆家 谢谢阿姨 那真是谢谢你了 不过可一定要说话算数啊 一定一定 妈 你快来帮我看看我的头发吧 来来来 好 淤峰 淤峰 真是的 你怎么来了呀 我们不是只能在会场上 才能见面的吗 是订婚也不是结婚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新呢 没跟你们一块儿来吗 来了 方才还在这儿站着呢 是啊 一会儿怎么不见了呢 这丫头跑哪儿去了 一方 放 好 阿姨 你 你看一封 没事 没事 好 啊 等一下 我是谁 我 讨厌 都要订婚的人了 干嘛还这么孩子气啊 我怕你没有来啊 怕我下雷大就好 我当然会来了 因为我答应你了吗 才不像某些人 做事情老是出尔反尔 不守信用 某些人是谁啊 你告诉我 我帮你说说的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自己说的话 是什么 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可欣 等定婚典礼完了以后 我什么都答应你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都答应你 真的吗 你要记住你说的话 不要耍赖啊 一风哥 订婚典礼完了以后 你可要把脾气改一下 做事情不能太冲动 还有 要记住吃饭 不要因为工作老忘记吃饭 这样 会对身体很不好的 还有 好了 好了 是 我都答应你了 还有什么 还有 一风哥 我想让你开开心心的 不要老记挂着我 我永远是你 青梅竹马儿时的玩伴 我会守在这个位置上 永远祝福你的 听到我说话了吗 你要记住啊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眼睛不太舒服 可能是因为戴隐形眼镜的关系吧 一会儿回场见 谢谢 再见 可欣 忘了跟你说 你穿上婚纱真的很好看 还有你别忘了 你答应过我 要穿上我送你的婚纱 出席今天的典礼 哦 这样才漂亮 嗯